我去工作啦 拜拜啦爸爸 小心駕駛 开车门先 Everly, no, no驾车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喂,伊敏 I'm very busy today No time to help you Everly 哎呦,很急,我也是说广东话啦 Everly,你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地球的未来 你要拯救我们的多重宇宙 什么是多重宇宙啊 是气候推算 看你听我说完你就明白啦 由AR6的报告 我见到很多说我们可能会落入的宇宙 Some of them are really bad 住不得人的 每一个宇宙的组成 都是根据不同温室气体的排放趋势 由排放非常低至非常高的情景计算出来 在中等排放量的宇宙里面 香港到今个世纪末 酷热日数会增加到平均每年95天 热夜还有117天啊 你还记不记得2022年52日 酷热和热夜都热到救命了 如果在最差的非常高排放宇宙里面 无论酷热日数的热夜都平均每年超过150天 低过12度的寒冷日子 每年平均只有2天而已 还有你有没有听过海平面上升 在高和非常高排放宇宙里面 香港今个世纪末的开平面 可能会比1995年至2014年上升大概半米至1米 山珠 天甲带来的风暴潮 你还记不记得随着海平面上升 类似的画面会越来越多 另外 香港的暴雨也会更严重 在非常高排放宇宙中 香港今个世纪末的年最高日雨量 会比1995年至2014年平均增加接近三成 喂文 好可怕啊 没眼睛看了我 Evely 打开双眼 未来是未定的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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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这么漂亮 难道就是低排放才能去到的宇宙 没错 要来这里 我们现在就要努力迈向碳中和 碳中和 碳中和 即是用各种行动去减缓或抵消产生的碳排放 达至相对的零碳排放 避免我们落入高排放的宇宙 Evely 我们的每一步都很重要 买少点衣服 省水省电 用少点积器东西 用少点化石燃料 实在是有太多东西做到了 或者 驾少点市驾车 搭多点公共交通工具 原来衣食住行的每个选择 都会決定我们落入哪个宇宙 智能减排 绿色生活 达至碳中和 这样才可以减低气候变化造成的风险和破坏 保护我们和下一代去到一个更加好的 碳的多重宇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